为了鼓励民众在年底之前 踊跃到南投消费旅游 南投县政府宣布加码抽奖活动 不论是安心旅游补助 振兴三倍券或使用现金 从7月1日开始到年底 消费满500元 就可以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 最大奖可获得汽车一步 欢迎大家来南投旅游 更新消费来南投 这儿 南道县观光资源丰富 每到假日游客如知 近期因应解封以及各项鼓励措施 吸引许多游客来县内观光 县能力明镇今天宣布 县府为了鼓励游客消费 特别准合旅游业者 观光工厂 特色店家等等 推出消费抽奖活动 从7月1日起来县内消费 只要满500元即可取得一次抽奖资格 相关登录网站建制中 将于月底准时上线 从7月1号到南投来消费500块的 你就可以参加 这个中奖莫彩的机会 另外这个振兴 这个三倍剑 来这边消费 也是同样的 消费500块 你就有莫彩的机会 那么我们一定在我们这个世界差异补兰会的最后一天 我们会把这个汽车运气的 来家消费的这些观光客 让它来重大奖 汽车一步 随着疫情逐步解封 鼓励民众逐步恢复正常生活 县府下半年度举办多项国际级活动 包含日月坛万人勇度 南投世界产业博览会 南投巧克力咖啡节 以及南投街舞比赛等活动 预计将会带动观光旅游潮 7月底会建置完成的网站来做一个登录 那我们的登录以后 是可以追溯到7月以后的消费 都可以来摸彩一次 那摸彩的部分也是可以累计 比如说你这次没有中奖 你下次月月抽的部分 还是有机会来中大奖 规划过大项的活动 在捷火南投县的各产业 A子推出又会方案 你来这边 就是消费 我们这些产业的A子 一定会再给你更优惠的招待 更优惠的享受 希望大家这个三倍见 都到南投县来消费 县长黎明正表示 来南投旅游消费绝对是首选 县福除了推出中台湾卡玩卡 带大家走透经典景点 以准和县内制造60家业者 推出振兴券使用优惠 欢迎大家来南投旅游 相关讯息可上南投观光导欄网站 以及乐旅南投FB粉丝专业查询 记者曾光佑南投市采访报导